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的问题您想好答案了吗 再来看一次题目 开放式基金受益凭证交易平台 在今年10月27号在贵买中心挂牌交易 投资人向证券商买卖开放式基金 就如同买卖国内股票一样直接与方便 请问在贵买中心基金交易平台 买卖基金需要负担哪一项费用呢 A.信托管理费 B.基金申购手续费 C.证券消息手续费 B.以上皆是 答案是哪一个呢 马上来看解答 答案是C 证券交易手续费 您答对了吗 要来了解这一题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开放式基金交易平台 那开放式基金交易平台所指的是 投资人可以利用现有的证券交易账户 及同一本级保存者 买卖不同投信所发行的基金 那这个平台是采取新贵市场的交易概念 由造势者报价 并与投资人进行溢价的交易 最低的交易单位是一个收益权的单位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说目前 基金交易市场主要有可以透过三个管道来申购基金 那一个是券商投信跟银行 那这次由券商所发行的基金交易平台 主要在手续费跟最低的进入门槛上面 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进入方式 以往透过投信跟银行去申购基金的话 手续费最低也要有1.5%的手续费 但这次透过券商去申购基金的话 只要付出证券交易手续费千分之3.85 那另外一个在进入门槛的部分 由券商去购买去申购基金 最低只要10块钱就可以去申购基金 那以往透过银行或是投信去申购基金 单比最少也要5000 那定期定额的部分最少也要3000块以上 才可以去申购基金 那所以在这次贵买中心推出这个开放式的基金交易平台 一方面是可以让投资人更方便的去申购基金 另外一部分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那我们回来这一题来看的话 因此答案是C是证券交易手续费 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 而一年一度的光棍节就快要到了 除了磨刀破货准备写片以外 不少人都在看阿里巴巴能不能够维持话题性 继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而其他电商这个时候跟进 有办法打破阿里巴巴的记录吗 行动购物商机会不会是电商的下一个正常 电商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才能够把握机会呢 请锁定下个新奇的财经新世界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